Hello,小伙伴,我是小玲 终于可以给大家做冬季的购物分享了 这应该是我这个冬天最大的一支购物分享 攒了很久,都是我自己精挑炫 出来不仅好看,而且实穿 一共有二十多件 有大衣羽绒服,毛衣,裤子,靴子 那因为东西比较多 我还是以一套一套搭配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 这件黑色的大衣让我用Bugs来使用它 就是款式基础,版型优秀 它整体是一个H型的,偏直线型的剪裁 特别要说是它肩部这里是有明显的肩线和轮廓的 穿上去会给人一种平坚的视觉效果 也让我们看上去更挺拔 这款大衣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帅气干脸 那我给它做的第一套搭配是一个极简的风格 整体的色系是以黑棕色为主 这也是我今年秋冬最爱的配色 那为了让整体的搭配不那么单调 也更保暖一些 我在内搭上面用一个同色系 不同深浅做了一个叠穿 这样让整体的色彩看上去更有层次感一些 第二套我是给它搭了一个偏休闲一点 更酷一些的风格 那里面我是搭了一个白色的针织泡露衫 靴子呢我换了一双亮面的比较酷的切尔系靴 因为整体的色调呢我还是想以黑白色调为主 所以就搭配了一个白色的小单肩包 其实这款搭配真的可以搭配出很多不同的风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原因 下面这一套呢我在试的时候就觉得 下一周可以穿去上班了 刚好下周我查了一下要降温 终于降温了 我给它里面搭配了一件小碎化衬衫 如果大家觉得再冷的话 其实可以在里面再搭一件高领的针织衫 虽然说每年都会有一些流行色的大衣 但是鸵色大衣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呢 还是没有被撼动的 我真的觉得其实还是蛮值得投资 一件经典耐穿的鸵色大衣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它是一个羊鸵绒的 它的手感质感和保短性 都是要比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其他两款大衣要优秀的 而相应的它价格也是偏高的 所以我还是更推荐给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小伙伴 如果有预算的话年底了 可以用年终奖犒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 这款大衣它整体的一个板子呢是扩形的 肩部这里呢是一个溜肩的设计 它在领子部分呢是做了一点设计感的 可以这样作为一个微波也可以直接这样放下来 这个程度的设计感是我能够接受的 在日常当中穿也会觉得过分夸张 我在做这套搭配的时候呢主要是想突出这件大衣 所以其他单品呢我都选择了非常简单基础的款式 这样我觉得是最能够体现这件大衣的大气感的 甚至这边能穿羽绒服的时候并不多 那我今天就是结合自己的需求 只入了这一件羽绒服 综合来看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这款它有出好多颜色都蛮好看的 我选了这件雾霾蓝色的 搭配方面呢我给它搭配了一套比较休闲实用的 那一搭我是选了一个深浅适中的燕麦色 我觉得它比白色搭在里面要看上去更柔和一些 下妆呢就选了一个黑色牛仔裤和亮面的切尔系靴 整体这套搭配这个白色小包让我也觉得很可爱 这件大衣我当然是一眼相中了 它的颜色是一个很好看的燕麦色 拿到失误后它的手感也没有让我失望 真的很软的 而且它这件呢是有含30%多的羊驼毛的 保暖性也会不错 搭配上面呢这套搭配了一个浅色系的 秋冬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穿腻了深色系的 就想穿的颜色清爽一些 而这件内搭和靴子呢我都选了白色 裤子呢选了一个深浅适中的蓝色牛仔裤 整体一套搭配的色彩给人看上去比较干净舒服 近期我补充购我的外套就是这几件 下面跟大家分享内搭毛衣类的 第一件就是我今天是想穿的这件 它拼色我真的是超爱 但是它是含了羊毛和马海毛的 所以是会有一些渣的 而且我皮肤比较敏感 但是因为它的美貌可以接受 它还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因为它含了马海毛 所以它是有一点膨胀感的 穿上是会有一点显胖 但是我可以接受 这款也是一个拼色毛衣 而且是一个小高领的 它有含羊毛和羊驼毛 上身的也是会有一些渣的 建议大家要穿一个打底 我自己是蛮喜欢它的图案和配色的 它是一个米陀色拼色 特别适合用来在冬天的时候 搭配深色系的大衣外套 像黑色、深棕色、鸵色 我觉得在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内搭羊绒衫才是郁海利器 今年我是入手了两件优衣裤的 我觉得它性价比综合来讲都蛮高的 因为它有出很多颜色 我是入手了灰绿色和鸵色的 这个圆领和微领都非常适合用来做叠穿 刚才跟大家做大衣搭配的时候 有给大家展示过同色系内搭的一个叠穿 那除了同色系之外 也可以有一丢丢小撞色 这个蓝色和鸵色搭配在一起 就让整体的色彩感更强烈一些 这件白色Polo正式衫 刚才给大家做大衣搭配的时候 用它来做了内搭 它的材质是一个百分百美绿奴羊毛的 穿上身非常柔软舒服 但是它真的很薄 就我这样拿着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透的 所以大家要穿裸色内衣 它很适合在秋冬 用来搭配一些黑色的大衣外套 或者是西装外套 整体这一件 我是喜欢它的款式大于质感的 这个冬天 我是在寻找一个深浅适中的 燕麦色搭底毛衣 用来搭配我的深色系的外套 而这一件呢 它穿上去软弱舒服 一点都不会粘 但是它羊毛含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保暖性一般 还有我近期购入的 比较满意的裤子和裙子 而这条裤子呢 我觉得简直就是未离心 而且有假胯宽身材 两身打造的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如果有假胯宽的话 一定要关注 臀部和大腿外侧的这个地方 它的走线是垂直向下的 并且要挑选这种很有垂感的材质 才能够很好地修饰这个假胯宽的位置 这条裤子正好符合 我跟大家分享这几个点 但是它是拖地长裤的这种款式 所以大家穿的时候 要配一个带根的鞋 这条裙子 我是被它颜色给迷住了 上一期跟大家分享里面 有说我的冬季配色方案 就是在做冬季配色方案的时候 就有这种绿色 这条裙子它的材质呢 是偏硬挺的那种 我上身之后 它的腰部和臀围这里都蛮合适的 我理想当中是在冬天的时候 用它来像图片这样搭配一个长靴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特别满意合适的长靴 所以今天展示的时候 就先用短靴给大家搭配 我知道大家肯定会说 搭配短靴的话 露出来这节腿会冷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双短靴 其实这两双短靴 我之前就入手了 当然想穿一段时间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穿着一个感受 因为我去年没有入手白色的短靴 所以今年就不入手了一双 这一双呢 它的斜头是一个方头的 比较吸引我的是它这鞋跟 它鞋跟是这样一个 一形跟圆球状的 还蛮可爱的 它的靴筒高度是偏高了一点点 比较适合用来搭配长裙 或者是九分裤 那如果是搭配短裙短裤 就是把腿露出来这样穿的话 它这个靴筒高度 是正好卡在我小腿比较粗的那个位置 就是有点尴尬的那个位置 所以要这样子搭配穿的话 是对腿性的要求比较高的 它皮质比较柔软 舒适度蛮好的 像我上班穿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脚 这种超好搭 我冬天的时候用它搭配 黑色牛仔裤蓝色牛仔裤和大衣 都非常的合适 我要说的就是它鞋头 它鞋头也是一个方头的 但是它比刚才我跟大家分享 那双白色短靴 就是这个鞋头更加修这个脚型 会显得这个脚面非常的修长 它的皮质也是非常柔软的 穿上很舒服 它靴筒高度用来搭配九分裤 真的是正好合适 这双短靴从实穿程度搭配程度 性价比来说我都蛮推荐给大家的 OK那我今天的所有分享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多多多点赞投币